赴结束小巨蛋演唱会的艺员王力宏,日前推出新歌《想见就能见》,MV,并表示这是关于亲情父爱的歌曲,看来也是他的内心话,不过现实生活没那么浪漫,王力宏女前妻李静磊在台湾的离婚诉讼人在进行,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25日上午开庭,王力宏在律师,经纪员陪同夏现身出庭, 面对媒体在法院外追问王力宏只举起手跟大家说早安 今天打算说什么?怎么会出庭?怎么会出庭这一次? 李静磊则在开庭前四分钟现身,对于媒体追问也未多做说明 上一次王力宏,李静磊在家事法庭出庭是在六月间,之后美国纽约法院判决准离,两人的战火重心便转到台湾,不过对于纽约法院的判决双方似乎也是各自解读 王力宏的委任律师证实纽约法院判决准离,并无认定王力宏在离婚室友上有任何过错 而李静磊在诉讼时要求超过千万美金的主张,接遭纽约法院驳回 且驳回主因就是因为李静磊在台湾另起诉讼,还可以将两人的婚姻问题公开诉诸媒体 对此李静磊的律师反驳纽约法院认定王力宏有过错,需赔偿李静磊因他的过错而产生的律师费用 李静磊也没有在诉讼中另外要求超过千万美金的巨额款项 王力宏的说法显然是公然说谎,约两小时后两人也结束庭讯 王力宏随后发出声明表示,今天是强制执行程序 这个程序是我帮申请的 很遗憾的,裁定的大部分内容对照没有履行 因此我们希望透过法律程序,实现裁定的内容 让我们能见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